智力对个体的生涯规划生涯发展的影响为何 请以某种智力理论或智力测验为例说明之 这一题是不好写的 是不好写的 前年的高考人事行政的考题 为什么 因为他会让我们的同学很不清楚 我到底要怎么下笔 他要我去说智力对生涯规划生涯发展的影响 老师这到底是要我写什么 我还是那句话 你看到一个题目的时候 基本上你平常读了这么多 你想到什么 你就写什么就对了 不要怕 不要怕 你只要能够自圆其说都可以 跃卷者也许是认同你的哟 所以你不要害怕 所以你会说这个题目不知道怎么下笔 但是他要我去说某种智力理论 智力理论我倒是读很多 我读过Garner的多元智能理论 我读过Stanberg智力三元论 我读过高门的EQ智力理论 OK的 然后呢 这跟智力的生涯规划发展的影响 所以你看智力是个人解决问题的多元能力 这个是不是影响你的生涯规划发展 是 我从Goldman的理论来说 智力是可以真实的世界成功的一种讯息处理能力 对不对 对 这就是智力的影响 Stanberg说的 智力可以去反映一个人 社会适应 预测他是不是成功 对不对 对 什么理论说的 EQ说的 所以这个题目的解题 你看 解给你看 乔一老师从四个面向解给你看 你说老师 标准答案就是这个吗 没有标准答案 没有标准答案 你只要能够自圆其说都可以 所以你看 以这个题目来说 破题 你就稳稳的先写定义 一定对 接下来很难写 搞不清楚他要我写什么 只告诉我说 智力对生涯规划发展有什么影响 然后我就说 嗯 智力 会影响我们的问题解决能力 对不对 对 Garner的多元智能论 然后智力对生涯规划发展的影响 对啊 智力会影响一个人在真实世界的讯息处理能力 对不对 对 Stanberg说的 然后呢 以我读的知识 智力啊 智力可以反映一个人的社会事例 预测他是不是成功 真的吗 真的 Goldman的EQ 所以你看 你一旦段落排列出来之后 这就是三个知识 Goldman的EQ考的可多了 这个知识我就不说了 然后呢 这个是Stanberg的智力三元论 也是重要考题 Garner的多元智能论 也是重要考题 所以你看哦 同学 你看到一个题目的时候 你就开始审题 审完题之后 你就要告诉自己 我第一段要写什么 第二段要写什么 第三段 第四段要写什么 你可以在这个题目纸上面 大概排列一下 把你想到要写的 大概先写一下 然后再抄到答案纸上 就是大概写一下 一旦你这个段落 就是我们讲 组装 你想要怎么组装 你一旦这个组装 出来了之后 你大概这一题就了 了然于胸了 你大概就知道 要怎么下笔 所以这一题也是属于 比较有变化的考题 还有还有同学 我再跟你讲 要刚举目章 你看哦 我说我第一段要写 定义什么叫智力 你不要给我写一堆字 你就一 智力的演变 二 智力的概念性定义 智力的操作性定义 然后标题 刚举目章 你只要标题 刚举目章 就算你的字 斜斜的 很可爱 娃娃字 学者 定义 种类 可是因为你标题 对齐都很清楚 字虽然很可爱 可是看得懂 人家 那个分数 不会在这个地方扣 组合性之力 经验之力 情境之力 这就是我一再强调的 你 排列组合出来之后 要刚举目章 标题呈现 掌握住这个作答技巧 就对了 所以你看 我们所有的考古题示范 都是这样示范给你看的哦 所以最后这两个月 你把所有的考古题都拿出来 重抄一遍 抄标题就好 把标题抄一遍 你就会很有印象 再来 这也是108年的高考 108年的高考 财经年证的考题 来我们先来审题 请先解释 人类的重建记忆的特质 所以你看 所以我其中有一段 要写重建记忆 在 就说明 目击者的证词研究当中 关于错误讯息效应的发现 错误讯息效应 所以同学 其实这个题目 当年入考出来算难哦 为什么 第一个当年入考这个题目的时候 重建记忆是没有教的 第二个什么叫做错误讯息效应 其实是没有单独教 但是你如果是考生 你就会知道 讲记忆 所以你的大脑要马上拉回课本 第七章 讲记忆 什么是记忆 记忆的相关知识 然后讲错误讯息效应 对我们确实没有教过 什么叫做错误讯息效应 但是我们的考古题考非常多 记忆为什么会出错 记忆为什么会出错 当时我们有教 考古题也有考过 记忆之所以会出错 是因为 Loftus的植入 这个有没有教 有 这个有没有考 有考非常多 再来 在考古题里面 有没有考过 Betterly 鬼的战争 有 这也是讲记忆 为什么会出错 所以你在进考场的时候 考验你的 随机应变能力 有关于记忆会出错的 原因 考古题早就考过 我们为什么记忆会出错 所以你在审题的时候就要马上去想 天哪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可是我有学过 Loftus记忆出错 还有鬼的战争 这也都讲记忆会出错 对你就要自己很聪明 把你读过的知识 写过来 再来再来 他考重建记忆 来来来 这就是重建记忆 可是老师我不太会写重建记忆 不管你不会写 你也要煞有介事的 假装你会写 所以你要控除一段 然后可能留个三行就好 用常识嘛 什么叫重建 就是重新建构嘛 你用白话文去描述 总之你不能空白 再来再来 他说 目击者的证词 同学 这是考古题 在108年之前 本来就考过 目击者的证词的考古题 确信度不等于正确 这是考古题 这是考古题 所以这个题目呢 你看 他主数要考的是第二段 跟第四段 第五段 可是你自己把它排列组合一下 这个在我们课本里面全部都有 老师那我要怎么破题 我可不可以先写 何谓记忆 可以 任何考题都可以先写 定义 可是你看哦 破题 我们这个题目 出在我们课本第七章 记忆的研究 原字 讯息处理理论 这已经交恩变了 只要讲记忆 就会讲到讯息处理理论 所以这个破题 本来你就可以预先写好 只要考记忆 你就这样子破题 好 审完题 排列组合五大段 你要怎么写 所以你通常在审题的时候 你自己就可以告诉自己 我大概第一段要写什么 第二段要写什么 你就自己写一下 在你的那个 给你的那张题目纸上面 你就大概自己写一下 好 抓两个字 两个字 就自己写一下 当你写完了之后 这一题 你就等于吃了定心丸 你就可以下笔了 老师我想不出来 不会写 不会写就不要写 老师我想不出来五段 想不出来五段 你就写四段就好 好 只要你能够这样子做 保证 你很快就可以成为国家文官 你就能够拥有职业自由 好 同学 所以你看 这个考恩变 只要考记忆 你就用这个来破题 第二个 题目主数要的 什么叫重建记忆 这个其实课本上有啦 只是当年度考出来的时候 同学不会写 在他题目讲到 目击者的证词研究 不好意思哦 同学 这是考古题哦 这本来就是一个考古题 所以你一定要会写 再来题目考一个 什么叫做错误讯息效应 这个老师没有教 老师确实没有教这六个字 什么叫错误讯息效应 可是我们也有没有讲 记忆为什么会出错 哦 这考恩变 Loftes有讲 记忆为什么会出错 Betterly的战争 也考恩变 记忆为什么会出错 搞了半天 原来这个考古题 就是考出误讯息效应 所以你要自己很聪明 你只要自己把这标题 拉出来 接下来这里 你大概记多少 写多少 你可能写个三个标题 每个标题写两行 那阅卷者只要瞄过去 他大概就知道 你到底懂不懂 你可能只记 忘记了 只记得两个标题 没关系 你只要写你记得的 他瞄过去就知道 你有没有读书 你没有读书 你不可能去写出 Loftes记忆之入 你没有读书 你不可能写 Betterly的战争 所以你可能写的时候 有点遗忘 只记得某一部分 没关系 记多少 写多少 他瞄过去 就知道 你有没有读书了 所以这是 是当年度的考题 好 好 好